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旺盡雨 今天是2023年2月23日 星期四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跟進一下葉劉又有金據 話說財政預算案今年決定派5000元電子消費券 葉劉最新的說法是人人若然等派錢的話 是違背獅子山精神 亦說不要令市民以為明年會有錢派 他怎樣說呢 和各位一起說說 另外財爺被問到香港和新加坡的競爭方面 香港相對劣勢 財爺信心滿滿說香港有件事好過新加坡 是甚麼呢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必雙也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最新報道 葉劉淑儀就說人人等錢派 在說違背獅子山精神 不要令市民認為明年會繼續派錢 報道的內文是 錦隔財政預算案再次派5000元電子消費券 行政會議召集人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在今日 2月23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 政府應該要做好期望管理 不要讓市民覺得既然今年派錢 明年也會繼續派錢 葉劉淑儀在商業電台節目上表示 人人等政府派錢違背獅子山精神 對提振經濟的作用也有限 財政預算案亦向馬會徵收額外足球博彩稅 5年合共120億 葉劉淑儀表示馬會有千億元儲備 相信這120億不會對馬會構成重大影響 他認為馬會在本港影響力大 但權力只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上 應該檢討架構 政府認為立法會應該加強監管馬會如何運用資源 以上來自HK01的最新報道 葉劉淑儀今天繼續有回應財政預算案 大家知道整個脈絡就是葉劉淑儀 即是新聞黨李之敬等等的人 在財政預算案公布前反對派消費券 結果令他們有點失望 因為嘉欣最終派消費券 雖然派半桶水5000元但也算派消費券 葉劉淑儀最新的說法是人人等派錢的話 就違背獅子山精神 亦說不要令市民覺得明年一定有錢派 首先第一為何違背獅子山精神 那個財政儲備是我們納稅人辛勞得來的成果 現在說一個用於一時 因為現在的復償之年扶持基層市民 你看看有多少窮等人家多慘 香港100萬人是窮的 儘管未有最新數據 但一定是屢創新高 說的是政策加入過後 香港也很多人是窮的 透過派錢派消費券才勉強直接幫到一點點 但今年派得5000元其實每個月幫保利是幾個水左右 澳門真是連連派過萬 正如市民聽眾打電話上去罵財爺說香港真的很丟架 沒理由這麼失威 所以各界都說要不爭取加碼要不爭取截演 這個時間葉劉淑儀解釋 各位等錢派違背獅子山精神 不知道各位如何看獅子山精神 獅子山精神應該是守望相助 現在不是守望相助 大家都在看政府在這個時間 應該扶持弱勢 令到最基層的市民能夠所謂的獲得感 即是李家超特首經常說的獲得感、幸福感等等 所以這個做法才比較直接令市民得益 相反你整式做很多不同的東西 又派一些優惠券或做很多開心計劃 其實那些對市民來說幫助不大 另一邊相財爺也有就財政預算案公佈過後 提到香港和新加坡在競爭上 香港有贏到新加坡 是甚麼來呢?我們一起看看 根據有線新聞的最新報道 陳茂波就說 請諒解那粒糖沒有那麼甜 亦都說去香港和新加坡旅遊不可同日而遇 我們香港好玩很多 就說起碼有真正的山禍 報道的內文就提到 預算案向旅行代理商提供百分百貸款擔保 而非旅遊業界要求成立這個服業基金 陳茂波說疫情初期有幽黑色的衝擊 才動用公帑幫助 被問到新加坡直接投資中小企 香港的旅遊業會不會跑輸呢? 陳茂波就說去香港旅遊和新加坡旅遊不可同日而遇 我們這裡好玩很多 以及香港起碼有真的山禍 即是行山的山 我們給的擔保貸款還款期是十年那麼長 利息是低 利率是低的 低過市場很多 如果這樣都未能計好數 可能真的要思考想做的事 是否真的值得做? 至於部分行業嚴重缺人窩 陳茂波形容輸入外勞是必要和無可避免 例如是建築業界 政府會小心處理 勞福局今年也會研究人力問題 以上來指有線新聞的報導 才爺就說到去香港旅行和去新加坡旅行 兩者不可同日而遇 香港好玩很多 因為香港有真正的山 因為新加坡沒什麼山可以走 這件事贏新加坡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新加坡已經跑到前一前 跟你有一段距離 在搶人財之戰上 香港亦都很論盡搶人財的計劃 近期要不就是賀建斐 要不就有很多人在內地說要來香港生孩子 結果就用高財通計劃 另外各區又出現恆黑大軍 甚至街頭騙岸的情況基本上無日無知 結果相關的情況的確令到各界關注和臣傷 才爺就說不要妄自匪博 香港有很多事情很好玩 起碼我們有真正的山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劉國賢一起講講大家意見 另外亦都提醒各位網友記 根據AM730的報道 電話卡實名制今日登記死線 太空卡之後將會被停用 報道的內文是 俗稱太空卡的舊友電話儲值卡 今天是10名登記的最後限期 如果今天仍未完成10名登記 有關的太空卡會限期過後是被停用的 市民如果有需要 應該要在今天完成這個登記手續 政府表示相關電訊商已經按要求 向上未完成登記的太空卡用戶 發出最後的登記提示短訊 用戶可以按短訊裡的超連結 或者透過所屬電訊商的網頁或流動應用程式 在今日之內完成10名登記 按指示提供香港身份證上的資料 包括中英文姓名、出身日期、香港身份證號碼和副本等等 另外電訊商也延長門市和客戶服務熱線的服務時間 18間設有10名登記服務櫃位的指定郵政局 也會延長服務時間到今晚7時 政府也設於25個指定港鐵站的支援服務站 會於今早9時至下午6時協助有需要的太空卡用戶進行登記 以上來自AM730的報道 太空卡即以往用的電話儲值卡通過了今天 若然不實名登記的話明天開始就無法打電話 各位網友可以多加注意 估計大部份網友都已實名登記 另外可以去港鐵站的支援站 那些支援站最近的趣聞之一就是那些職員 可能悶到睡著了 結果相關照片在網上廣傳 結果這個情況是說過了今天相關的支援站都會關閉 若然各位網友有需要就要留意相關的資訊 另必須也說說這宗怪物 根據HK01的報導 網傳香港海底疑似爆喉的片段 海水游下湧上 網民說似海嘯 報導的內文提到 有網友在Facebook群組大報 分享一段長約40多秒的片段 問其實發生了甚麼事 片中海見背景是香港一個位於海旁附近的地盤 但地點不長 而海面不斷有海水游底湧出 水勢時大時小 好像噴泉一樣 片中同時有兩把藍聲透過全副機對話 一邊問海是否爆茅 另一邊就說不知道在看 說片段引來不少網友留言 有人估計在工程期間轉穿了水底喉管導致事件 就說似是海底隧道工程出事 亦有網友留言笑指這個異象是暗示怪獸出沒 就說真的像哥斯拉 她昨晚報了夢 亦有人說像尼斯湖水怪 部分人更加指早前政府的海嘯演習成真 就說政府要派人處理 以上來自HK01報道的熱話 不說不知日前有機會轉穿了水底不知道哪條口 結果導致這個小型海嘯的樣子 網民打趣到這真是剛好 政府正在做什麼萬人演習 應付海嘯 結果這件事成為網絡熱話之一 我是冠正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